你自己的护照看你能不能留下1300年 唐代有两个僧人出行都牵扯到过所 就牵扯到这个护照 第一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玄奘 西游记中他讲的是通关文谍 通关文谍是完全是后来吴承安给美化的 他是按照明朝人的眼界去写的 当时没有通关文谍 当时就是过所 因为吴承安他是明朝人 他眼界他当时没有那么严谨的考证 所以他说的就是通关文谍 而且通关文谍是比较容易听懂的 你今天如果写小说 你可能说当时啊 比如玄奘出示他的护照 别人就听得懂 你说唐这个这个唐玄奘啊 出示他的过所啊 你就听不懂了 所以这个在明朝写小说的时候呢 运用了当时明朝的这个通行的名字 是很正常的 通关文谍本身就是相当于 这个护照 那么上面盖的这个章呢 就相当于今天的签证 那实际上呢 真实的玄奘呢 他当时他还真没有这护照 没有这过所 他是专制控子出的城 玄奘当时呢 他感觉这个国内翻译这佛法呢 实在是落后不健全 然后呢 想去这个感悟啊 印度的佛法的这个智慧 就决定前往印度 那么玄奘就召集了一大批 志同道合的人啊 就说这僧人 咱一会上书朝廷 申请护照啊 申请这过所 结果遭到朝廷的拒绝啊 禁止他们出境 为什么禁止他们出境呢 是因为当时国家准备 跟突厥打仗 实行这个禁边政策 就是严禁你出去啊 这个很正常 我们近代史上 凡是国与国之间 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个边境都先关上 那么玄奘呢 就没有获得这个护照呢 就没法去嘛 那么到了公元627年的时候 为了应对那双灾 带来的这种饥荒 官方就开始允许 长安的这个百姓 开始外出了 因为你知道 古代遇到饥荒 是个很正常的事 遇到饥荒的一个 简单的应对方法 是允许别人逃荒 如果你不允许百姓逃荒 那他在这饿死是不可能的 他就要造反 所以呢 为了应对这个灾害 自然灾害啊 就是官方就允许 大家可以走了 这时候玄奘呢 就这个离开了长安 就是今天的西安呢 一个月以后呢 就到达了梁州 梁州呢 当时是大唐的边防大城 没有官方的命令 你就不能再往西去了 玄奘到了梁州以后呢 走不了了 没有护照啊 没有这个过所啊 只好在那开道场讲经 边讲经呢 边等待机会 一个月以后呢 有这密探呢 就向当局啊 中国最不缺的 就是人密探啊 就告密 说这个玄奘的意图啊 所以就勒令他呢 赶紧返回长安 你别给我在这边境上待着 别给我装模作样的讲经 你肯定是要想跑 但是玄奘的这个成心呢 就感动了当时梁州的 这个佛教领袖 就将他护送啊 就出城了 就到了瓜州 再往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域了 那么这个瓜州当时的官员呢 已经接到了梁州 我们过去都是州制嘛 就接到了梁州送来的这个追谱文书啊 但是这州官呢 这州官叫李昌 这名字很普通啊 木子李昌盛的昌 他非常佩服玄奘的这个决心 就决定呢 护送他出官 你知道过去的这个官员啊 他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 他自己就能决定这件事 这州官非常的不错啊 就是很有正义感 他如果当年把玄奘给扣了 那就没有后面的大唐西域记了 也就没有后来我们的西游记了 也就没有电影小说影视记动画片了 也就没有大圣归来了 今天很多人就没有饭碗了 你知道这些人啊 都得好好的感谢这个叫李昌的官员 他就把他放走了啊 他可以说我没有说到你的这个文书啊 这人已经走了 出境了 出国了 所以 这个玄奘呢 就是一路西行去西天取经 成就了他非凡的佛教成就啊 再有一个啊 跟过所相关的一个僧人呢 就是建真啊 建真和尚 建真和尚东渡啊 你看刚才玄奘是西一行 那么建真呢 是东渡 建真东渡的时间呢 也差不多 公元742年到这个753年 大概有这个将近十年的时间 他有几次东渡呢 一共六次 我们博物馆油画馆里 还有一个这个建真东渡的一个大幅油画 当时啊 日本佛教啊 就是你想想佛教是从西边来的 所以一直往东行 越往后传达的力量就越弱嘛 再加上有海峡隔着 所以到了日本的佛教 他戒律呢 就不完备 僧人不能按照这个律仪去受戒啊 所以在这个公元呢 这个733年的时候呢 这个僧人荣睿啊 普照就随着潜唐使呢 就开始入唐啊 入唐以后邀请高僧呢 去到日本传授戒律 那么他在中国待了大概有十年 就是来找人 最后找到了这个建真 觉得建真的这个身份就够了 第一次建真东渡的时候 他手里并没有护照 没得过锁 但是日本僧人手中有个什么呢 有那个宰相李宁甫的哥哥给的公函 这个公函呢 虽然不如过锁 没得护照那么硬气 但是他能用啊 所以地方官员呢 也就加以一个援助一看 哎呦 说宰相他哥哥给开一路条 得了 我们就放行 结果没想到后面内部 又出了个内讧啊 就有人就诬告 说建真一行呢 是这个 主要是造船与海盗勾结啊 准备攻打扬州 所以官员立刻就派人 拘捕了所有的僧众啊 把这僧人全给拘捕了 后来就放了 但勒令呢 日本的这僧人立刻给我回国啊 第一次建真东路就此夭折 后来的这七年间呢 有了第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啊 大多是因为天气恶劣啊 或者弟子担忧啊 各种其他的原因 导致都没有成形 那么大约这时间过了十年 从第一次啊 到第六次 十年过去了 第六次 建真呢 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啊 名声大噪 天报十二年啊 就是公元的七百五十三年啊 日本潜唐使啊 这个潜唐使呢 叫藤原清河啊 来了一行人 就抵达了扬州 再次恳请建真啊 同他们一道东渡 就回到日本 当时啊 唐玄宗啊 宠心道教 想派道士去日本 他不想派这个佛教人士去 想派道教人士去 但日本人拒绝 日本说你别来这套啊 说我们呢 还是希望建真去 所以玄宗就说 那建真也不能去 不能去这个佛家去 道教不让去呢 道家不让去 佛家也不让去 所以呢 就不允许建真出海 日本人还是比较虔诚啊 他这个对文化的这种渴求 对这个宗教佛教的这种渴求呢 是非常发自内心的 藤原清河呢 就将这个邀请这个建真和尚 和唐玄宗拒绝他出国的这个事呢 就跟这个建真和尚说了 就跟他告诉他了 希望他自己做出决定 就说我呢 非常诚心诚意的 希望你到日本去 这个弘扬佛法 但是呢 皇上不想让你去 你自己决定吧 那么建真和尚啊 建真大和尚当时就表示愿意同行 然后秘密乘船呢 就到了今天的苏州呢 黄寺浦 就是今天的属于张家岗嘛 张家岗 然后转达这个潜唐使的大船 就是在入冬的时节 11月份呢 就出发了 我们今天到日本去 真的没那么远啊 他当时走了多少天呢 走了40天 进入了日本的九州的泰宰府 就是今天的福岗 福岗其实离中国没多远 你从上海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 真的是很近 当时要走40天 在海上非常辛苦 又是冬季 那么建真一行呢 前后历时12年 六次起行 五次失败 航海三次 己心陷入绝境 途中呢 建真大和尚失明 这是人生非常悲哀的一个事 你知道人到成年以后 失明是非常痛苦的 有36个人死于船祸和伤病 200多人就退出了这个东渡的行列 只有建真大和尚赌滞不移 百哲不挠 终于实现了毕生的一个宏愿 那么建真给日本带去什么呢 不用说佛教是第一位的 包括城市建设 我们知道平安经 跟我们的唐代长安是一模一样 就是小一号 带去了中国的文字 带去了中国的中药 香料 带去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今天到日本 可以处处看到日本文化 对建真和尚的一个尊重 我在这个日本的很多地方 都看到建真和尚的那种 庄严肃穆的塑像 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 一个没有官方允许 没有持这个护照的情况下 一次东渡的文化传播 这次传播 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 一直到今天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使用这个护照呢 实际上是清代 护照的意思很明确 护照的护是保护 照是观照 就是保护观照你 在文字字眼上呢 我们的护照这个名字 多了一层人文关怀 你看 possible 英文里的意思呢 就是通过的意思 没有人文关怀 你拿这东西就可以通过 我们拿着这个东西 在关爱中呢 还是有人关心你 我们渡官的时候 要有人关心你 保护你 1884年 那时候是光绪年间 清政府开始颁发 商民护照和游历护照 什么意思 经商的护照 跟旅游的护照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护照 也有个人护照 公务护照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1908年的时候呢 清政府根据驻美大使 武庭芳的一个建议 决定了统一护照的格式 为三连单式 就三连的 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本本 过去是三连的 并制定了14项内容 和颁发的一个章程 从而呢 就是中央政府呢 统一颁发的这个护照呢 带递了各地自行制造的 这种五花八门的护照 就统一了 政府护照 这个统一 我们算起来就100年多一点 那么在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 中国的护照呢 它根本没有照片 你知道这没照片很麻烦 我们今天啊 你持护照 你只要一过边检 人家这个边检人员 一定抬头看一下脸 再看一下护照的照片 现在有这种图像识别 让你看一下镜头 你看一下镜头 它就对上了 是你放行 我们今天基本上 还是拿肉眼看照片的方式 将来肯定不会啊 将来可能有电脑识别 比如指纹识别 红膜识别 面相识别 有各种技术识别 不需要人在看了 你到那一站 人就知道你是真的假的 那么这个古代不行 古代没有照片 没有照片怎么办呢 就开始失于笔墨啊 去这个描述你 人体特征 比如这人 个高啊 身高八尺啊 比如这人体胖啊 体胖 比如这人这个腐黑啊 这颜色 皮肤很黑 他写一些 这个标准的字眼啊 比如说这人长得 英比耀眼 樱桃小口 等等等等 所以你长胖了 还不要轻易减肥 你减完肥 你还出不去了 这个护照啊 很夸张 我告诉你有多夸张啊 他都做的比较大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 最大的护照 是在1899年啊 当时由中国清朝驻 美国的公使五厅方啊 他签发了中国的 一个翻译官的 一个护照 这个护照有多大呢 跟你比较一下啊 这护照长啊 87厘米 这么长 宽呢 58厘米 这么宽 这么大 灌你们家墙上一面墙啊 他是在 今天我们能找到的 这个近代护照里 也是最大的一个啊 就有点像那个过去 满街贴的那通缉令 那么老大张 那么这么大张的护照 你带起来太不方便了 就算你能折叠 你也不方便嘛 所以你仔细想想啊 这么大一张护照 到你今天随身揣的一个小本 这中间间隔 还不到一百年 那张护照是1919年发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2019年 一百年前 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就这么大的差距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大家对这个护照 就越来越熟悉啊 但是突然发现啊 现在你领护照很容易啊 你到这个公安机关 按照程序 你马上领本护照 但是你知道这护照 你出不了国 你如果没有签证 你出不了国 除非到那个免签的国家 其实签证的历史呢 也不长 签证的历史 在国际上通行的历史 现在能够查到的 不过就一百五十年左右 一八六二年 奥斯曼帝国的签证呢 是世界 领世界公认 存世最早的实体签证 一八六二年 你算吗 到现在就是一百五十年 那么到了一九二零年 美国才正式开始使用签证 一九二零年到现在 还不足一百年 你想美国 你觉得国家难进吧 一百年前随便进 没人理你 为什么签证的这个 就是在 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呢 一九二零年以后 美国才有签证呢 是因为一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世界各国为了国家的利益 和安全和政治上的各种需求呢 普遍就实行了 就通过本国立法 或行政措施呢 就建立了一个 本国护照和签证制度 就是把一本护照变成俩事 一个是你出去 你要用啊 签证 没有签证是制约对方的 护照是保护自己的 你比如我们有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这个护照能保护你 你有什么困难 你在国外 可以向各国大使馆求救 对吧 但上面那个签证呢 它是制约你的 你没有你就进不去 所以一本护照实际上是 正反两个内容 明清两代啊 当时大英帝国代表的工业 开始这个 开启了跨国的这种潮流 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呢 世界的人的啊 由于商品的移动呢 和这个物流速度加快以后呢 人的移动也会相对加快 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封闭了多年的这个海关 就是我们关闭的大门被打开 打开是强行打开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1860年英法联金 打入中国以后 我们签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实际上就是大门被人撞开了 1946年 二战结束 我们是同盟国啊 我们是战胜国啊 所以中国和美国就签订了 当时有一个叫中美条约啊 实际上它全称叫中美友好通商 这个航海条约啊 就通商航海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呢 当时中国人啊 到美国去不需签证 免签啊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啊 这个 这个今天世界上免签的国家很多啊 非洲也有啊 亚洲也有啊 这个欧洲少啊 落地签呢 是一种签法 就落地讲不讲样的签一下 他盖个章就让你进去了 还有一种干脆就不签 你就来就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啊 签证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话题啊 最早签证不太难办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出国的人少 那时候办签证呢 相对来说旅行手续就办了 后来呢就变得非常难 为什么非常难呢 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最难 是因为出国的人太多 各国接纳不起 所以他就要杀去一些 他认为无关紧要的人 那么出国的这个目的都不一样啊 每个人的出国目的不一样 但我认为啊 这个这个目的之间没有什么差异 都是为了谋生 你说我去到美国去去读博士 你说我到美国去就为了刷盘子 我认为我去开餐馆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都是为了谋生 只是谋生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为了限制那么多的人 当时是以奔勇之势 向西方各国去勇区的时候 各国都采取了一种限制的态度 就是不给你签证 所以你看那个大使馆啊 尤其美国大使馆前永远排着长队 门口有很多人有生意啊 租小马扎的啊 租一天三块钱啊 帮你填各种表的 帮你翻译各种单句的啊 所以有很多人以此为生 我80年代在出版社 出版社有一个女编辑啊 女编辑呢 她跟她丈夫结婚一个 她丈夫就留学去了 就走了 新婚丈夫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她就一门心思要追丈夫去 要不丈夫就丢了嘛 那么就老去办签证 那美国大使馆认为 她有移民倾向嘛 你丈夫在外的读书 你再跑出去 人家就不回来了 那书凡是有移民倾向的 美国大使馆都不给你签证 她签了有十次啊 签不过去 每次都拒签 特别沮丧 最后一次签的时候呢 签证 签证不是得预约吗 约好了以后呢 她出门把胳膊摔舌了 冬天下着雪 把胳膊摔舌了 摔舌了就委屈啊 打一石膏啊 我们现在都打加板 过去打一石膏 打一石膏特恐怖 我这胳膊就舌管啊 打过石膏 打完了你这几个月不能动 就这么着 当你拆了石膏的时候 这胳膊好长时间都不能动啊 打一石膏去美国大使馆签证 签证又被拒签了 拒签了以后呢 她就委屈啊 一想啊 我都十次了都没签过 我又把胳膊摔舌了 所以就坐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大厅里 就嚎啕打哭 哭的时候边哭边念的 念到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重要 感动了美国签证官 她说呀 我呀 去不了美国了 我把我丈夫的模样都忘光了 说你们这么狠心不让我去美国呀 我就没法去团圆 结果这个美 你知道美国那个大使馆的签证官 绝大部分都听得懂中文 所以一看呢 动了恻隐之心 就说得了 别哭了 过来 我给你重新签 就过了 所以就高高兴兴的 因祸得福 人都是因祸得福 如果胳膊不摔 我估计也过不去 那么你知道这个美国大使馆 因为我过去跟很多美国使馆的 这个签证官很熟 其中有一个朋友非常的熟 然后他就讲 跟我讲过 就说为什么很多人被拒签 第一 他每年每月每时 他都有各种任务 有时候都特宽松 谁去都给签 为什么 那名额够啊 名额足够 所以让你过去 今天 现在没有那种移民压力 过去很多人去了 就是想办法混到美国去 到了美国 马上就黑下去 就自个儿到餐馆打工 这个 等着天下大赦的时候 转成美国身份 今天呢 大部分出国的人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还是到美国为了去看看呢 或者是做个生意啊 会个友啊 等等各种原因 那么你签证的时候 他有时候是有名额的 比如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 他名额是2000个 但是你这个月 有3000个人来签证 那毕竟有一千个人 签不过去 签不过去 有什么原因吗 一般情况下 没太大的原因 因为他很难 很细致地辨 辨识你的目的 你的真实目的 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 就对你刨根问题 你还有隐私呢 所以他有时候没有原因 就把你拒签了 拒签呢 就是告诉你拒签 然后让你下一次再试 美国人是这样 美国人跟中国人思维不一样 美国人认为 我没有原因 我有这个权利 我可以拒签你 那么下一次你再来 他还问你 为什么去美国呀 你如果说的跟上一次 一模一样 立刻就签证通过 他在判断 你是不是说实话 但我们中国人呢 是他想原因 我一被拒签 我马上想 我怎么被拒签了 是不是 我这目的不好啊 说你为什么去美国呀 签证官问你 你说我去美国探亲 探亲 我有一姐姐在那 他说你拒签了 如果你下一次来啊 因为你的理由 他会记录在案 你说人家签证官又问你 为什么去美国去啊 你说探亲 看我姐姐 这就刮就通过了 他证明你说的是实话 但我们大部分人 没签过去的时候呢 一出门就想 哎呦我这原因不行啊 我这道理不成立啊 改原因 回去就想 我不行 我不能说探亲了 我也不能说看我姐姐 我到美国去啊 经商 他改一词 下回签证官又问他 说你去美国干嘛去啊 经商 一看这记录 跟上回说的不一样 他认为你在说瞎话 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光明正大的 如果你去美国 你是什么原因 你就说什么原因 只要你说清楚你的原因 你就可以度过这个 这一关 今天不算什么关了 我看大量的人 这个签证都能够通过嘛 你说什么事 这个签证就能够通过嘛 这个签证就能够通过嘛 又应该还能够通过嘛 只是个签证就能够通过嘛 �� 这一关 有点 有点